大家好,我是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最近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,孩子上学了,事情比较多。 工作压力,生活压力,应运而来,整个人变得特别的焦躁,失眠多梦, 夜总是睡不着觉,白天没有精神。 最近一周,整个人气血不足,脸色发白,没有血色, 劳工看了特别的担忧,赶快去中医院, 找这位百岁老中医张老先生,给我开了一道特别好的药膳食疗方。 我坚持服用了几天,整个人气色顿时好了很多, 脸部红润有光泽,而且睡眠质量提高了, 一觉睡到天亮,气血充足,仿佛又回到了18岁的年轻时代的样子。 今天就把这道药膳食疗方分享给大家,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 梨是一种常见的水果,味道比较香郁,特别的好闻, 果肉汁水多,香脆又甜又可口。 梨中含有大量的水分,能够改善口可达。 我们在做过运动之后,可以吃一些梨,得到解渴的作用。 梨中含有糖分,一定程度上还能够补充能量,解除疲劳。 吃梨可以去痰又止咳,对咽喉有养护的作用。 对于肺热,肺皂所致的咳嗽,口干,都有很好的缓解效果。 我们吃梨的时候,果皮不需要去除的。 很多朋友们都去除果皮,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 苹果皮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梨皮可以起到清肺热的功效。 能够有助于降低体力的虚火,缓解伤火导致的喉咙肝痛,头晕疼症的症状,能够将火又生筋。 日常使用梨子的时候,我们带着皮一起使用它,这样可以得到更加的养生效果。 梨的水分比较充分,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能够美白皮肤。 丰富的吃水和润肤特性,能驱赶干燥,可以促进便秘的,使面色红润。 梨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果糖,容易被人体吸收,可提供能量,使人精力充沛。 红豆在古代,经常用来表达相似之意。 红豆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能够健脾益肾,利尿消肿。 红豆既营养又美味,经常吃红豆,能够提高自身的抵抗能力的,增加免疫力。 红豆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,并且能够帮助身体水分的排出。 患有心脏病,生脏随动的人都可以吃红豆来缓解的。 红豆中含有大量的甲元素,经常补充甲元素,有利于身体更好的控制血糖。 补充甲元素,可以使高血糖降低的,也可以使低氧糖升上来,对平衡血糖很有帮助的。 红豆中的大量的膳食纤维,能够有效地促进多余的脂肪排出。 它还能够达到降血脂,降低血压的作用。 因为红豆中含有大量的叶酸的,并且经常吃红豆,能够铺铁、补钙,预防骨肉酥酥酥的流失。 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吃红豆的。 山药可以健脾、异味、助消化。 山药有助于脾胃消化的吸收,而且含有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。 性质比较平和,吃药是良用的食材。 山药还可以刺肾一斤,山药含有多重的营养素。 但凡肾亏一斤大,妇女白带比较多,都可以多吃山药。 并且吃山药还可以减少小便的次数。 山药能够易肺止咳。 山药含有灶肝粘液质,有润滑滋润的作用。 能够治疗肺虚九颗之症。 山药里面含有的黏蛋白,这种成分,能够效的降低血糖。 所以山药也是治疗糖尿病,是糖尿病人的食疗特别好的食材。 磷子中的钙、铁、磷含量比较丰富。 这几种营养物质,是构成骨骼牙齿的重要成分。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骨密度。 所以经常吃莲子,具有很好的固肾, 对防骨质出入的作用。 从中医角度上来讲, 吃莲子还能够补肾、补皮。 莲子还可以控制身体的水源平衡, 帮助避免痛风的发伤。 主要入肺、肝肾经,有刺阴补肾、刺肺阴的作用。 而且可以明目、增强免力以及胰化料的作用。 枸杞有增强特性的免性作用。 枸杞含有枸杞多糖, 可以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, 能够增加抗体的细胞数量。 对肿瘤细胞的活性有很好的抑制作用。 经常吃枸杞, 能够获得良好的保健效果。 如果是眼睛干涩, 眼睛充血, 可以多吃枸杞。 尤其是男性朋友们, 身体比较弱, 一经早泄大, 多吃枸杞, 能够缓解一定的情况, 壮阳滋补肝肾。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。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。 中小火慢煮3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财财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响应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, 喝起来口感特别的好喝, 带着梨的香甜味道, 很适香浓的, 营养美味的。 这道汤我们可以经常的喝的, 尤其是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们, 叶老师起夜的, 睡不着觉失眠的。 像平时压力比较大, 工作压力大, 生活压力比较大的, 伤情焦虑, 恍惚, 精神不佳, 并且皮肤黯淡没有光泽, 心情不好, 老师抑郁暴躁的, 都可以多喝这道汤的。 一定要多喝一喝, 坚持喝上一个星期, 你就会发现有所改变了, 睡眠质量提高了很多, 而且夜里不起夜, 不失眠了, 一觉睡到天亮, 整个人的气血充足, 脸上红润有光泽, 整个人的精神浑发, 神采洋洋, 这道特别好的养生睡眠方, 做法也比较简单的,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了, 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